大家好,我是Wally 歡迎收聽安部籃球快訊 2024奧運男子籃球貴軍戰 將於8月10日本週六下午5時開打 到時將會由德國對陣塞爾維亞 德國在上一場準決賽時 差點可以逆轉法國進入決賽 而塞爾維亞在準決賽時 面對美國在上半場領先之下 下半場遭到美國的逆轉 雙方球員難免對此心有不憤 所以金仗大家一定會使出混身解數 爭取銅牌 這場激戰在所難免 作為2023年男子籃球世界杯冠軍 德國在今屆的奧運男子籃球上 展現出強勁的競爭能力 他們帶著世界杯冠軍的光環 進入巴黎奧運會 德國陣中的主將Danny Schroeder 模擬是球隊中的靈魂 他在國際賽上總是有超常的發揮 成為了FIBA賽事裡一大煞氣 另外陣中的兩位兄弟 France Ragnard和Mois Ragnard 他們的成長都令到各位球迷非常之觸目 他們在今次奧運會賽場上的表現非常之出色 他們讓大家看到 德國在這個藍球體育競技項目裡 是世界頂尖級的水準 除了上述三位較為熟悉的球員之外 德國陣中還有其他精戰NBA 以及歐洲聯賽經驗的球員 例如兩位效力於拜日無尼克的球員 Niels Jeffick和Isaac Sponger 以及效力於NBA替狐隊的Daniel Fils等等 德國隊今年在奧運會給別人的表現 總體而言他們是整體性強 球員不僅技術全面 大賽經驗亦十分豐富 快速的攻防轉換 尤其在防守的強硬態度 讓對手不輕易在自己身上可以得到分 隨著德國在半準決賽中逆轉擊敗實力強勁的希臘 指現出驚人的暗性和逆轉的能力 但可惜在上將準決賽時 遺憾輸給法國4分 來到貴軍戰 深有不分的德國 一定會傾盡全力來爭取這面銅牌 塞爾維亞同樣擁有驚人實力和深厚的籃球底子 球隊之中的核心人物 Dikola Jokic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是現今在世界籃球彈上最具統治力的一名內線球員 而且無論在NBA或FIBA國際賽賽場上的表現 都是非常非常之頂級 Nikola Jokic不單止在進攻方面能夠獨當一面 還能夠在防守和組織上為球隊帶來巨大的貢獻 除了Nikola Jokic這麼優秀的球員之外 塞爾維亞陣中也擁有其他優秀的球員 例如Borganbodanovic、Veselya Mejic、Nikola Jokic等等 整支球隊整體風格硬朗 內線實力雄厚 外線投射精準 可以堪稱是一支攻守兼備的球隊 遺憾的是在今屆準決賽中 以四分之差不敵美國無緣決賽 所以塞爾維亞也帶著路火進入這場的貴軍戰 今將德國和塞爾維亞不論在籃球的戰術風格 團隊的配合 籃球的基本攻防技術 內線及外線的投射能力 再加上他們去到球員及教練、團隊等等 他們的積極態度 這場爭奪奧同牌的籃球競技項目賽事 絕對會令大家感覺精彩萬分及賞心願 以上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